欢迎收看近日焦点 近日民间都在传武汉可能会被全面军管的消息 有当地小区业委会群内发了消息 说武汉市周边部队开始集结 各连锁酒店全部被政府征用 如果10号疫情不好转 中共军队进城全面接管 物资按每家人口配送 丰户 提醒大家提前做准备 而之前也有人录音爆料 说武汉可能会被军管 也有网友拍到 中共军人入驻亥阳的希尔顿酒店 以及成群截队的军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其实事实上 中共军队已经在对武汉进行了部分军管 早在2月2号开始 中共军方就接管了 武汉市市民生活物资配送的供应系统 2月3号 中共有1400名军医全面接管了 武汉新建立的火神山医院 而之前军方已经接管了三家武汉的定点医院 那人们会问为什么要全面接管武汉呢 有分析认为 说是为了防止民众走向街头 进行抗议活动 为了避免社会秩序失控这些局面发生 因为之前已经传出警民冲突的事件 比如之前我们报道过 福建因为建立隔离点的事情 警民发生冲突 温州警民冲突导致大量的军队进驻 以及贵州发生的警民冲突 疑似警方都开枪预警这样的事件等等 而随着疫情的爆发 大量的病患得不到救治 民众对政府的愤怒也在逐渐的爆发 武汉封城了十多天了 但是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 反而是急转直下 由于医疗资源收治能力有限 很多病人死在家里 倒在路上 而随着疫情蔓延 当局从封城 封区到封户 有病却没有能看的市民只能在家里等死 人们形容武汉就像是人间地狱 民众会关心说如果真的当局军管之后 武汉又会怎样呢 分析认为呢 军管将是武汉走向死城的致命一步 因为武汉是重灾区 目前疫情已经面临着失控 之前我们报道出 当局已经征收了十几家方舱医院 可以收治上万人 那试想一下有多少人感染呢 而对于当局而言 政权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实行全灭军管 可能就是要把疫情严格的封锁在当地 全国有14亿人 即便是牺牲掉一千万人 对当局来说也不算什么 只要外界看来是消灭了疫情 当局也会在所不息 因为最后只要疫情防控 政权稳定 当局又会是大称形势一片大好 所以当局要解决的首要目标 不是肺炎病毒 而是被病毒感染的老百姓 而随着形势恶化 为了让武汉人彻底销声 更可怕的是断网 如果当局把网断了 民众连求救的信号都发不出去了 而采用各种手段前置舆论 是中共当局一直在严密控制的方面 网络 微信 控制都非常严 让民众和外界得不到真实的信息 方斌因为跑到医院 拍了当局收治几具尸体 然后就被当地不断的骚扰 而如果疫情失控 从封城军管到断网 将是武汉变成死城的三部曲 中共一旦开了头 可以在武汉军管 就可以在全国军管 在这个事上军管 也可以在另外一个事上军管 面对疫情 武汉当局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也保持关注 好了 感谢收看今日焦点 我们下期再会